胡销往下顺 弗里德想去给了胡销 篮下面对着胡敏轩有机会 但是周琪拍马赶到 周琪在顶胡顶先夹击一下 又补到篮下这个速度特别快 胡敏轩给到周琪抛投 没有得手再点篮板 这个高度确实高太多了 胡敏秋这次打进 周琪过渡一下还是温姆斯遭到了夹击 周琪在篮下面的胡敏秋打进 对 和前面问题一样 他把人撞开了以后没有马上起 这边一等周琪速度很快就回位了 胡敏轩给到周琪 对 奥卡夫这刚才他自己主动上来想要加这一下 这个速度来不及啊 这个速度来不及啊 直接给周琪机会了 胡敏轩出球太快了 周琪给到温姆斯掩护之后再往下顺 周琪打胡敏秋往篮下走 我要防周琪的下顺 只能是大家一起帮忙 而且要把他提前把他速度降下来 提了很高的联防现在 沃勒斯超远三分 天出了 赶板球任聚非拿到直接送空间给到周琪 胡敏轩在胡敏轩的防守当中没有打进 对 想打快也是上篮这下差一点点 沃勒斯再来 还是再给周琪做球 这几个回合打得很快啊 两边都是希望能够通过快中 获得一些简单的表辰 轻松的表辰 还是吴霄尝试再把球给到桥桀空几桌 这个防守做得特别到位 拿不到球啊 对 拿不到球 吴霄只能够自己来往篮下走挑战周琪 爱冒 确实是很难 让周琪在上面给周琪被打 没有好机会 要打理绩效 这球呢没有找到篮筐 但是空中还有周琪 二加一的机会 对 这个回合就充分体现出来 往下缺了这个 他缺了以后 内线 这个哪怕是第一下防成了以后 还是很被动 周琪在里面抢前两栏打 领先的8分 结果可以打得更耐心一些的 找到周琪 对 这个内线缺别防守人的情况下 卧特斯一突进来 但凡有斜防周琪下顺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很难解的问题